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不公平的一块地 今天我们玩一下这个游艇位置对吧 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要难晚一点 因为这个位置送的东西比较少 这个位置唯一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钱多对吧 因为我这个地方后面送了六个游艇 然后我们广快造兵造防空炮 因为这个地方就六个游艇两个积电 没什么东西对吧 就是钱多我们就疯狂的造兵 有什么造什么 然后多出几个防空炮 因为等一下那个飞机位置有可能会来炸我对吧 我们多出几个防空炮 然后再补一个电厂 我害怕他等一下会炸我的电厂 我们补两个电厂 然后造三个防空炮 这个蛋蛋色它是重工位置 以前我们也玩过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出坦克比较厉害对吧 然后这个飞机位呢 直接把这个闪电位的基地给炸掉了 这个小粉也不知道把基地动一下 这样小粉没了基地不想玩了对吧 直接投降 其实我希望那个粉色不要投降 它不是还有闪电核弹吗 你丢一下再投降下 然后这个蛋蛋色什么情况 我们在重工位置它来打我 这边又来炸我收基地 收基地它想打我的重工 我们有什么就造什么广快造兵 这个重工位置分不清楚形式吗 你应该打平台位置才对呀 你为什么要来打我呢 这个平台位置有那个超时空 跟那个铁木 它来打我 等一下那个小力就会整它对吧 它又来打我广快进兵了 我们多造点兵 直接造三十个兵 然后这个飞机又来炸我 飞机把我重工炸掉了 把我重工炸掉了 想炸我矿场 广快修一下矿场 然后这个平台位置看到我的兵多了 它不敢重了对吧 我们又造个电线杆 然后这边又想炸基地 又收起来 收起来不要被它炸的基地 主要还是那个闪电位置投降的太快了 那个闪电位置要是投降的没那么快 跟这个飞机位置耗一下 我们还能发展起来对吧 这个闪电位置就是那个闪电核弹位置 一投降 我这边就要面对飞机 然后出一个重工它又来炸你看 出一个重工它就自杀性的袭击 因为它那个位置可以一直送飞机 飞机位置死掉了 它不在乎 那么只能再造个重工 反正我们钱多对吧 现在这个弹蓝色没有打我了 这个弹蓝色一看我这么多兵 这么多电线杆 它打我的话它比较贵 它想来想来还是去打那个小略 你早就应该去打那个小略对吧 你打我干什么呢 让我跟这个飞机位置慢慢玩对吧 后面还有一个小红 小红是由你改的位置 那个小红呢 我们先不着急整它 先把这个蓝色带走 你看蓝色又把我的重工炸掉了 这我出一个重工 它炸一个重工 这下不好整呀 那么我想你想啊 还是把重工放在后面一点 放在前面呢 老是被它炸对吧 我把这个兵挪一挪放不下来 放不下来我就放在这里 放在后面一点它就不好炸了 它要飞机飞过来 我这里有一排防空炮对吧 这个弹蓝色你敢过来 我这里这么多兵 老大又想炸鸡垫 等它丢子弹我们收起来 收起来它就炸不爆了 这个鸡垫车呢 收起来可以躲弹了 然后我们再造个重工 造两个重工 三人钱多对吧 现在那个弹蓝色在整那个小绿啊 我们看看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蓝带走呢 这个小蓝呢 把钱花光了 你看 它那个位置可以送飞机 好像它自己还造了飞机啊 造了飞机 造了飞行面 把钱花光了 重工都没出来 你光造飞机 不造重工 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再造一个维修厂 万一等一下收基地没有收好 被它炸掉了 有维修厂可以造基地 对吧 我们先造个维修厂 然后呢我就准备造一个高科技啊 造个高科技出个光临坦克 就可以把这个小蓝带走 看看后面 后面的那个小红出了海军对吧 出了海军我们等一下造海军 反正我家的防空车防空炮比较多 它导弹船过来炸我的话呢 也可以守着做 先出个高科技 造个间谍 偷个机 我这个苏军基地啊 什么时候没的 我都没注意 我要有个苏军基地 我就造犀牛坦克了 对吧 这个苏军基地好像被飞机炸掉了 然后造了高科技以后呢 出个间谍 你炸我高科技 你看 我一排防空炮 然后间谍一出来 就准备偷大蓝色 大蓝色比较好偷一点 我们先偷重工啊 不要偷其他的先偷重工 把它重工一偷 我们的坦克呢 一出来全部生一举 然后造一个间谍 想偷个兵营 但是偷兵营不好偷对吧 不好偷只能偷这个小蓝啊 先射个路径 等一下打他的时候呢 把它重工偷了 把它兵营偷了 然后在水里面出个船场 先造一点海豚 你看 我们这个位置呢 就是前期比较落小了 一旦发展到后期呢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前面拦手 前面呢 没什么东西 前面就是钱多 一旦拖到后期 我们六个油田 就会发挥威力了 对吧 这个小蓝 这个小蓝居然去整小红 我就没看懂了 那个当然是在打他 他在丢小红的东西 然后招两个光灵 他又来炸我基地了 你看 又炸我基地 我又收起来 对吧 收起来你就炸不爆 然后我们就准备进攻了 这个飞机炸了我 这么长时间 现在轮到我了 他有一点慌了 他开始造幻影了 好像他没有出弹雅 没出弹雅断桥 他出弹雅断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出航空母舰炸他 既然他没有出弹雅 我们就准备造光灵塔 再冲进去 但是好像不行了 他门口有两个电线杆 他还造了一个光灵 还有幻影对吧 出这个航空母舰呢 打他的话 最少要三个航空母舰 一个航空母舰没什么威力 然后我想了想 感觉可以用坦克冲进去 我们就派一点这个美国大兵过来啊 美国大兵过来干什么呢 过来松死对吧 过来扛伤害 吸收子弹 吸收子弹 然后坦克直接冲进来 你把这个钱连着 全部留着去造飞行民 造这个飞机没钱了对吧 我一冲进来 你光没坦克呀 你弹雅也不造一个 然后我们直接打掉他的电厂 你炸我炸舒服了直接带走了 他炸弹雅我就炸海军炸弹 你不炸弹雅我就用坦克冲 把他带走了以后呢 我们看看场上啊 场上还有五家 还有六家对吧 这个小绿守不住了啊 小绿被大蓝色整死了 哦有这个大蓝色这么多坦克 他把那个小绿带走了以后呢 等一下就会来打我 所以说呢 我们广快进攻 然后这边你看 小红一个基洛夫拐掉他家把他击裂 核电厂炸掉了 他没有反应过来对吧 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广快打他 然后他的坦克全部飞防 全部飞防没有用呀 我这里有很多美国大兵 还有光临坦克 但是他的坦克全部升一星 直接冲过来压我的兵 压我的兵 我们先往后面说啊 躲在家里 因为我家里有那个碉堡啊 有那个碉堡进的兵 对吧 还有两个电线杆 然后呢 他没有基地了 没有基地 就剩一个重工了 就剩一个重工你就完美啊 但是我现在还打不死他 他坦克比我多 然后我们的钱呢 你看六个油田都不金花 钱都花光 只能把防空炮卖掉啊 现在飞机位被我带走了 留着防空炮没什么用 那个小绿还没有死啊 小绿还有一个船长 还有一个船长 那个小绿呢 估计会感谢我对吧 因为我揪了一下他啊 这个大蓝色把他打小绿的 我揪了一下他 把这个大蓝色吸引回来了 然后这个小红好像要打我 你看到没有 小红出了一个基洛夫 我们两个神盾先防空一下 但是这个大蓝色有这么多V3火箭 你看他的V3火箭还有三星的 这怎么办 只能照防空对吧 用防空车先抵挡一下 这下不好整啊 这个V3火箭一直炸我 然后小红想趁机过来 你看到没有 因为我的防空车在防这个V3导弹 他的基洛夫就想穿进来 这几落服一进来 等一下我的防空吸收的子弹 就会被V3火箭炸 你看 被V3火箭炸了中工对吧 然后防空车一过去就被他游离改空了 这个防空车还不能过去 然后我受不了了 我懒得造防空 我直接换你的建筑 直接把你中工换掉 换掉中工以后 他就受不了了 要往我家里冲 因为他建筑不多了 就剩两个建筑 我们直接冲过去 飘死他两个建筑 然后他自杀性的袭击 把我基地干掉了 干掉我基地没有用的吧 我有维修厂 可以造基地 还好我提前造了个维修厂 我就担心我的基地保不住 然后造个基地 这个弹蓝色还是比较顽强的 知道自己守不住 直接把我基地换掉了 然后你看那个后面的小红 在家里摆正法 小红那个位置 他那个游离改 只要不出来 对我就没有影响 然后我就想用海军 拆掉他的船长 你看他造了很多很多的潜水艇 你看这么多潜水艇 海豚打不过对吧 而且我的海豚被他打现行的 会被那个游离改控 所以说这个小红的先留着他 我也不去打他对吧 我们就不要让他出来 然后广快出一个基地 造几个牛车 因为我六个油田 这个经济 这个经济也不够花 我们准备踩中间的框 中间还有很多黄金框 先造两个牛 然后派一个海豚过来 看看他有多少海军 走过来看一下 你看这里有很多潜水艇 对吧 现在就不要去打他 这个海豚也要造一点 然后我们先走到这边来 先走到这边来 把这两个带走 然后这个小红一看我过来 他的游离改就出来了 游离改出来 我们就用飞行兵打他 一定要造几个飞行兵 找几个飞行兵 他游离改就不敢出来 然后先把他这个神盾打掉 这个神盾是我的被他控了 这个海豚只要不被他打信心 他的游离改是控不到的 然后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先把这两个带走 这两个没有打到两个巨伤了对吧 我们直接过来没什么坦克 直接过来打掉光灵 然后打掉他的三星天气 哎呦这个三星天气血量比较高 你看到没有吃着防御的 直接打掉三星天气 然后到他家里捡个箱子 看看能不能捡个苏军基地 哎呦生了个啥安心 其实我想捡个苏军基地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打那个小红啊 他的游离改出来 我可以造蜘蛛 我可以造蜘蛛咬他的游离改 对吧 没有苏军基地 你看捡了个盟军基地 你给我来个苏军基地啊 等一下那个游离改出来的话 我就只能造飞机跟飞行部 造不了蜘蛛了 然后先把这个陈皇上带走 陈皇上还有两艘航空母舰 他舍不来投降对吧 舍不来投降 我就捡他家里的箱子 然后这个小红一直想出来 你看他一直把那个防空车派出来 然后打掉他的防空炮 这个陈皇上就没了 然后小红呢 小红这个基罗夫想带走小绿 上面还有个小绿 小绿还没有死 小绿有两个超级武器 我们就保护这个小绿 等一下这个小绿呢 估计这个超级武器 会帮我整这个小红 然后这个黄色你看到没有 黄色一看 黄色一看陈皇色没了 他也开始打我了 打我的基地 打我的基地呢 我们先把他坦克吃掉 然后把他的漏能压掉 压掉漏能 这个小红一直想出来 你看他带着两个防空车 我这个飞行兵还不赶上 不赶上呢 就只能造飞机炸他 但是这个时候又有一点卡钱 赶快造一个飞机 然后这个时候收不了了 先把他赶进去 先赶进去 把他赶到里面去 对吧 反正呢 我有钱 先把他坦克吃掉 然后给他空几个也没关系 不能让他出来 现在我要抓紧时间 把其他人带走 空了我两个坦克赶出来 我们直接把他赶到角落里去 然后造几个光灵坦克 造几个光灵坦克来准备把那个小黄带走 对吧 小黄是刷兵位置啊 他会一直刷兵 然后这个红色一直想打这个小猎 我就不让你打死这个小猎 这小猎有两个超级武器啊 等一下会帮我整他 然后造了一个光灵啊 但是我这个坦克还不是特别多 主要呢我想打小黄 这个红色一只狗 这边还有箱子对吧 还有箱子 就趕快把这个箱子一剪 剪了一个幻影的天旗啊 现在有三个光灵了 三个光灵就可以上了啊 再把这个天旗派过来 这个小黄虽然没有技艺啊 你也要带走他 不带走他 他这个位置会刷兵 等一下一直刷着刷着刷了很多兵 然后你看他空了我的航空母舰 我就用飞机炸死你的游里给 然后航空母舰就还给我了 我们先冲过来把他建筑全部打掉 然后防空舰打掉基罗夫 这样呢小黄就没了 但是打那个小红啊 估计要飞点力啊 那个小红在家里摆正法 摆了一排列线杆 还有由你改正手 你看我一去打别人他就出来 他一出来又想干什么呢 他出来又想去整那个小粒 因为小粒一直用超级武器搞他 你看到没有 超级武器搞他 他就是想把这个小粒带走 我偏不让你带走他 然后我的这个坦克呢 又上来救一下小粒 这个小粒应该会感谢我对吧 你帮我一直整他 然后把这个小黄带走了 小黄带走了以后呢 这个小粒呢 还有两个超级武器 还有个铁木对吧 他铁木好了 看他的铁木会不会给我 给我套铁木 我就可以冲进去了对吧 但是他铁木没有给我 你看这个小红游里改 配合两个防空船 我这飞行面还不敢上 你看 然后他又空了我的飞机 又空了我这个航空母舰 然后用我的航空母舰炸我的吧 这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只能用坦克 只能用坦克过去 用坦克过去把你赶走 这主要还是没有苏军基地啊 我这苏军基地爆掉了 有苏军基地呢 我就可以造蜘蛛 这下只能造飞机跟飞行兵呢 这个海豚也不敢上 海豚过去了会被打空 然后现在我就指望这个小绿了对吧 指望这个小绿广快帮我船坦克过去干他呀 你这个超时空铁木不是坏好的吗 我们先摆好队形啊 摆好队形 等他给我船过去掏一波铁木 小红就没了 然后这个游离改又要出来 你看游离改又要出来飞行命伤 他出了个导弹船 你出导弹船你肯定打不死我 我这个海豚比较多对吧 等他过来啊 等他过来再去搞他 他过来要扎我了 然后我们这么多海豚 直接可以秒掉他这个导弹船 秒掉你的导弹船 然后他的潜水艇在这里对吧 潜水艇没我的数量多 我们广快打他的潜水艇 他的游离改没有射路径 你看游离改过来了 游离改过来了 我们就撤退别等一下被他控的海豚 这个小小小小绿 我这个队形摆得这么好 你到底是传还是不传 你帮我传过去啊 借力打力啊 但是这个小绿 估计睡着了 我这么帮他 他也不帮我把坦克传过去 那么怎么办呢 只能靠我自己的对吧 只能靠我自己来整他 但是整他的话呢 有很多种办法 但是都是要费时间 如果他帮我传过去呢 就比较快了 既然他不传 那就只能我自己来打这个小红啊 你不传 那你留着就没什么用了对吧 没什么用 我们就过来 过来准备把他带走啊 带走以后 我们再慢慢跟小红玩 直接打掉防空炮 对吧 打掉防空炮 打掉船长 直接带走 带走以后呢 我们再慢慢跟他玩了 跟他玩就要费点时间了 我们就直接快进了 快进了以后呢 我把这个路口堵住了对吧 招了一排防空炮 一排电线干了 堵住了以后 然后我招了很多飞机跟气电船 我们准备了一个组合拳 然后这里有20多架飞机 直接飞进去炸他的核电厂 核电厂一爆砰的一声 他就没有电了 没有电我们就可以冲了 然后把防空炮卖掉 把光临塔卖掉 招了很多气电船 这气电船是干什么的 就是给他的油里盖喂饭的 给他喂饭 给他喂饱 对吧 让他控我这个气电船 控我的气电船 控宝了以后呢 我这个坦克就冲进来 他就没时间空了 然后直接打掉你的油里盖 电线杆没有电了 他被我炸掉了核电厂 这不就冲进来了 你看到没有 我招了这么多气电船 吸收子弹 就是给你的油里控 然后他又招了一个核电厂 没有用啊 直接冲进来了 他如果断了桥的话 我可以把兵营延伸过来 延伸过来 到时候可以造100个漏人修桥 他一样 断了桥也没用啊 然后这个小红就守不住了 小红守不住 我们直接把他带走